这些东边南京穿着帅气的龙头套装跑鬼裤 但是旁边的小崽就一眼震 一直直咕咕的盯着我 肯定是想要这龙头 咱们就把这龙头先给这小崽穿一下吧 哎呀 这现在龙头套装都成了抢手货了 给右边的小崽龙头 给左边的小崽衣服 他们两个就突然打起来 我在一个花蝉 他们都被抓了 这千算万算 是没算到自己拿了一张体验卡呀 不过这局子翼的龙头 应该是穿不了太久了 没什么关系 这边跑酷已经跑了上百遍 甚至上千遍都有可能 一天跑个一万次 帅气便生 有小崽问子翼团禁币怎么获得完成任务 然后一周只能升四级 你升到十二级是可以兑换一个特效 优先兑换流沙 让子翼感到高兴的是龙头又回到了我的头上 看来这个龙呢更喜欢子翼的头啊 不过这个龙头有点像龙虾 在这里继续远离不动 总会有小仔上当的 直接一个帅气回头 上面还有一个小当师是不想挠我 估计就子翼刚刚给衣服那个他应该认出我来了 然后跟他跳个舞 这只小当师还是挺友好啊 快打他 来到下一局 踢把呢突然又过来个 哎这两个小仔怎么衣服一模一样啊 两个光头 估计是看过子翼的视频啊 再次把衣服给他们 还这次另外一个仔 他拿到了龙的圈道了 直接过过去就跑了 放过从未来过一样 这小仔非常真实啊 拿到衣服直接溜啊 算了咱们走吧 你们已经得到手了 就不要再跟着我了呀 这么多人 丧尸肯定会找到机会得手的 别再跟着我了 看来他是子翼的小迷地啊 就因为一套衣服 就把他成功收买了 你可能是羡慕我的人品 以及技术 这里继续花展 好 想抓我绝非一师 强化战士出现 就算是全场这十几只丧尸 一起来抓我 说不定我还有一言生机呢 更何况这后面 两三只三四只 正是四五只又有什么用 在图片团队 这火车站上跑 如履平地啊 在练习下 闭着眼睛都能跑 这里有个小失误 不影响大局 每局跑酷 发现A点都有残留的狗分仔 或者是他们首领的就是死活不抓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把丧尸引到A点 A点估计快顶不住了 好成功回头一刀 最喜欢就是我极限变身 然后这丧尸刚跑过来 就被我成功一刀收掉 一般就是边界练手之后 先打那些抓你的 但如果你狗分的话 就没人抓你了 图片团队还是跑酷 有点意思 这么多肥仔 顿时我就没有蒸汽了 等我蒸汽恢复再来战啊 让我回家血量 马上 哎呀这局失误百出啊 无奈之下 无敌只能躲到箱子点底下 愤愤发抖啊 最后使出一招绝学 旋转花铲刀法 但是架子边上左右来回花铲 我都看不见我自己的人了 事实证明也是现在有效的 成功下注了肥仔 撑到了最后一秒啊